灑滿黃豆的濃郁湯頭上看得到肉 是一塊塊完整的黑毛豬腳 超商能買到的泡麵 售價卻要高達379元 該不會裡頭有黃金吧 桌上的這一碗呢 就是剛煮好的黃豆豬腳麵 可以看到它的麵呢 其實是比較寬的 所以用泡的比較難煮軟爛 另外就是它的豬腳還滿多塊的 所以它的分量 也比一般的泡麵還要來得更重 每塊豬腳都有黃豆香 這款泡麵由五星餐廳點水樓監製 在店裡其實也吃得到 因為受歡迎 所以做成商品 號稱跟店裡是一樣的味道 分量多 確實不是平價泡麵可以比你 同品牌還有紅燒半斤半肉牛肉麵二五九元 番茄牛肉麵兩百三十九元 都衝破顧客預期的泡麵價格天花板 但這價錢確實讓消費者看了很卻步 到超商看看泡麵區 均價落在四五十塊左右 這款號稱日本最暢銷的即時烏龍麵 日清東冰味賣九十五元 是價上最高 還有這款海底撈系列泡麵八十九 還有花月蘭這款拉麵也要七十九元 差不多五十吧 泡麵主打高單價 還一直出新品 自然是因為市場中有人買單 只不過泡麵賣的比外頭賣的幾乎是一樣 甚至更貴 一般老百姓可能還是要習慣一下 TVBS新聞 張明如 宣彤 台北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 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